hello 修行的基础 真正的修行需要谦虚 诚实 我们内在的心境 心念与情绪 需要彻底转化及修正 观想所有众生在某一个过去世都曾是自己的母亲 将我们生下 抚养 保护我们不要受伤害 即使现在有人显得对我们有害 我们也应该意念这样的恩情 佛教的夜报理论认为 我们目前的正报和依报都是过去的夜所形成的 我们未来的苦乐则掌握在我们当下的手中 因此我们必须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就完全止恶行善 但必须慢慢习惯于止恶行善 把修行推到更高的境界 修行要能利益众生 帮助他人 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要不断培养这种利他的态度 这是宗教的要素 也是佛法的要素 我们必须把这种善良的心 这种利他主义 当作是修行的基础和内在结构 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 用来提升它 我们要设法以修行的方式 将对生命的平常自私观点 转化成更为利他的观点 至少是他人的福利跟自己的一样重要 而最理想的 是他人福利为远比自己的重要 每次与人相往来 就从我心最深处 把自己看得最低 恭敬别人为最尊 但是 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寻求快乐 而培养爱心和慈悲 你还是落在自私的观点之内 终究不能得到好的结果 相反的 你应该要从内心深处 发心利益别人 寻求别人的福祉 把自己看得比较优越 把自己看得比较优越 把别人看得比较低贱的傲慢心理 是发展利他态度 尊敬别人和看重别人的主要障碍 发心为一切众生完成最高的利益 便比如意宝还殊胜 绝不可忽略其他的众生 必须把众生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因为修行一开始 必须依赖众生来产生利他的大悦 以证得最高的开悟 在修利他行的阶段 我们必须以自己和其他众生的关系 来逐渐增加这种善心 同时修习善行 以便达成开悟 最后明白我们是为了其他众生而成佛的 受了菩萨戒就表示走上菩萨道 我们首先受在家戒以为基础 然后再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时除了其请佛 菩萨之外还要邀请六道众生作为见证 发愿利益救度他们 菩萨修持施受法 其意是受取其他众生的苦 并布施自己的安乐和功德给他们 真正修施受法 真正修施受法的时候是配合呼吸来修的 吸气 吐气 施受法 即使菩萨行也是禅修法门 我们可能会因无法度尽六道众生而感到气馁 但有一件事情可以鼓舞我们 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本具佛性 拥有佛的一切特质与潜能 因为众生是我们修习忍辱和菩萨道的基础和目标 所以经上说 众生甚至比如意宝珠还重要 必须代之以尊敬仁慈和爱心 虽然我们的心还是一起习性而行 但只要成熟了 过去的难事也变得容易 因此 吉天论师的入菩萨行说 时间久了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习惯的 修行要有慈悲心及菩提心做基础 才能快速成就 否则即使修行数十在 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 更别说是利益众生了 因此我们必须依赖对质傲慢的良药 不管你是跟谁在一起 都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还卑微 如果你的态度谦顺 你的善良品质就可以增加 反之如果你傲慢自大 就永远不会快乐 你会变得嫉妒别人 称怒别人 因此会产生不愉快的气氛 社会的不快乐就随着增加 佛教徒必须确保修心和修行 不被名誉财富利益享乐等世间的熟虑所污染 我们的心灵如果被私欲所支配 我们会失去人类智力最高超的部分 智慧 也就是明辨是非的能力 现代人烦恼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愤怒 修行随比 希腊圣者苏格拉底曾说 吃素以后人们会和平健康地活到高瘦 素食不仅是爱心与慈悲的行动 更是远离恶极保持健康 养生兼美容的大自然良药 对佛教徒来说 素食在自我修持 累积福德 避免因果业报的方面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及莫大的利益 即使是一个非佛教徒的素食者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他必然是个不愿为自己口腹之欲 而伤害动物的人 一个连动物都不肯伤害的人 当然是一个有爱心 尊重生命的人 念佛放生 乃报清恩之不二法门 为人子女者 若能引导父母修学佛法 趋向正信 让他们真正远离痛苦和烦恼 永断三徒之苦 可说是最深刻的报恩之局 也是真正的孝道 如果父母已经过世 或是想要利益累世父母 此时报恩孝亲的最佳方法 就是用父母给我们的身体 来做对自己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 多行善 放生 不失 再以此功德 回向累世父母 及冤亲在主 这就是真正的报恩 一切众生都可能是我们的累世父母 所以我们不仅要报答 深深深父母的亲恩 也应利愿爱护一切的生命 放生 是拯救众多生命的善行 也是我们可以报答 累世父母恩情的报恩行动 善家利用生活中的每件事 引领父母行善基福 例如带父母去素食馆用餐 养生又护生 假日带着父母参加放生法会 不但可以活动经骨 亲近佛法 所做的更是消灾天寿的菩萨行 我们因本着感恩孝亲的心 带着父母亲一同去参加放生法会 与父母一同行善积德 同时也可以让父母了解放生的真意 以此因缘帮助父母发扬慈悲心 亲近佛法 种下离苦得乐的因缘 慈悲心的具体表现就是爱惜悟命 停止钓鱼 狩猎等残害众生为乐的活动 这只是无谓的杀生而已 当伤害生命成为你的嗜好时 你的未来将是悲惨的 不要杀生 甚至连杀生的念头都不要轻易在心中生起 我们与一切友情众生相互依存 所以我们必须修持不害与慈悲 这有两种意义 如果你有能力 那么就帮助服务众生 如果你无法利益众生 那么至少不要伤害他们 在别人做了有利这个世界 有利其他众生的事实 若能生出随喜的心 你也是参与了这一件善行 在别人做了伤害其他生命的事实 你的认同就等于你也参与了这个恶行 不可伤害众生 包括自己 也不令他生恐怖心 这是不害 不杀生的教育 是佛教戒律和行持的一个原则 自杀生亡 自杀生亡是杀业巨族 故而世尊赫泽 学佛者应善护己命 不可损伤 佛陀也说 唯有心怀 有能力去帮助 布施和奉献自己来救助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可贵之处 而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也能得到心情愉悦 不会增长的相对回馈 如果有能力 鼓励大家认养流浪动物 当您任养了一只猫或狗 就让世间少了一只流浪猫或流浪狗 让世间多一份善缘 收养流浪动物 让心中充满爱与慈悲 也是培养爱护众生的深刻体验 我们随时都要去救护一切生命 不要让生命受苦 使怀哲医生说 唯有知道奉献的人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生命 奉献给需要我们帮助的众生 要幸福 快乐 很简单 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不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就不会有太多苦恼 我们生命的意义 所以不在过去 也不在未来 就是现在的呼吸之间 我们要过的是清净的生活 而不是烦恼的人生 你的心开始懂得以智慧去观察体会时 生命的幸福便会在生活点滴中展现 在生活点滴中展现 因为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教校报恩月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起见地藏法会 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 时间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兴逢教校报恩月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起见中原普渡 即渝兰盆消灾超见祈福法会 恭送渝兰盆经 报父母恩仲南报经 献食供养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食 护生佛浅大供 恭请占用法师主法 日期8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你出生那天 死亡便开始接近 听闻的人们啊 切记 没有任何时间是可以挥霍浪费的 婴儿的诞生 当渐行渐远 西山之阴影 则渐行渐进 生命越是开展 死亡越是逼近 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 他仍然认为自己 来日方长 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 是愚蠢无知的 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 每一次呼吸 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 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 每走一步 就离死亡越近 今生只有一次 来生则无可计数 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 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 忽视佛法的修持 在死亡的时刻 绝照您的佛性般若